冯小刚说,方式芬芳,气味,华氏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 电影《芳华》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正如影片的名字,芳华记录的正是那段风吹起如花般破碎的青春年华。 冯小刚想要将芳华打造成一部温馨的青春片,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背后的黑色幽默。 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群文工团里年轻人的故事,严格林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男主人公刘峰朴实,善良,乌丝的雷锋形象,与其说这部电影是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缩影,不如说是刘峰的残酷青春,被吞噬的善良。 刘峰在文工团众多英俊潇洒的男青年中显得相貌平平,也没有太多的才艺,但由于他超越常人本能的善良和利他亲和蒙等单纯的为人民服务的种种行动,使他逐渐成为文工团每个人心中的依靠。 刘峰也因此被称为活雷锋,活雷锋的出现可谓时事造英雄,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平凡英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雷锋就被树立起来当作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许席良先生在他的著作《美国学生学雷锋》中就暗示了中国是学习雷锋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在中国式的道德至上传统中学习雷锋的潜在危险就。 是文革前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螺丝钉。 刘峰就是作为螺丝钉成为这个时代雷锋精神的产物。 在毛泽东思想下传递着平凡即伟大的价值观,宣扬着每个人都要向雷锋学习的思想观念。 这看似是美好的传扬美德的行为,但为时要活雷锋的故事却充满残酷呢? 刘峰为了保持舍己为人的状态,在关键时刻甚至牺牲自我前途。 但这样的善良大家并不买账。 温公团的男青年充满嘲讽的在背后模仿她的样子,触摸事件后人们也对她渐渐疏远。 零丁丁的那句谁让她是活雷锋呢? 在关者看来又是何等的残酷与邪恶,甚至产生刺激性的恶然。 或许每个人已经把她的善良当作理所。 当然,刘峰看似高大美的形象背后迎来的却是其他人的冷艳与不屑。 在这个过程中,令人寒心的现实将会将善良一点一点的吞噬。 如果说,刘峰生活在现在的时代还会依旧善良吗? 也许,刘峰并没有出现在今天本身及说明了这种逻辑。 想必引起一场国内外风波的江戈岸。 大家并不陌生,将自己的闺蜜推向深渊,见死不救。 甚至在闺蜜死后还满口谎言,扭曲事实。 据不作证,自私大漠是他人生命的魔鬼依然存在。 那要又是谁渐渐吞噬着国民的善良之心呢? 也许可怕的不是恶本身。 推一步说,恰! 恰是对善的一再漠视与伤害,反而让人们在道德的誓欲中自觉坟墓。 这真是冥冥自有天术。 被阎哥的情感。 萧碎子说,流风成为雷锋是一种阎歌,任何一种标签都是一种阎歌。 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情感、欲望的存在。 青春期的爱,只要你敢冒出头,就要被阎歌。 在青春期最强烈的爱与欲望无处表达,情感渐渐消逝在方华往事当中。 中国影评网站时光网上有观众评论道, 在那个充满禁忌的年代,流风的善良和爱恋显得格外纯粹和长情, 也不难理解为何流风后来看到害了他一生的灵丁丁的照片后依然能够会心一笑。